大家好 我是張大哥 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一個 叫做靜態的冷車的電池的卸放電流 到底應該是多大才對 因為有常常有車友在發現說 為什麼我的車昨天晚上回來還好還有電 今天早上要發動的時候呢 發現說電已經不足了 那是不是說我的車子有漏電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檢查 叫做停車的時候 車子的卸放電流 我們現在已經我們所看到的這部是 1901 2.6美規的車子做例子 我們現在過來電池這個地方 首先我們把電池的負極接頭 我們把它拔除 拔除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我現在所接的這個電錶是 商用電錶的電流錶 我現在檔位是切在200mA這個位置 照正常的話 卸放電流應該在80mA以內 那80mA呢 呃...是什麼概念 我現在試給大家看 我現在檔位是切在200mA 然後呢 我把電池的負極 我把它拔掉 拔掉之後呢 我把... 商用電錶的接頭 接上去 我們看到 現在這部車子的 卸放電流是 大概在... 50mA以內 那表示說 它這部車在停車的時候呢 它電池 流出來的電流是在 50mA以內 這是符合標準的 如果說 車友發現 我的車子 是不是有漏電的 的可能呢 你可以找一個 商用電錶 把檔位 切在 200mA這個位置 然後 把電池的負極拔掉 之後呢 我們來測試 它的卸放電流 這個就是 所謂的 停車時 的卸放電流 好 今天報告到此 結束 大家好 我是張大哥 現在 我們來做一個 車子 熄火 鑰匙拔掉之後呢 車子到底會洩漏 多少電流 導致 有的 如果嚴重的話 會導致 汽車隔夜 就沒電了 那 今天我要示範的 這個就是 R129的 我們看到 它這個 電池是在 後座 後行李箱裡面 那這個 這部車子 它現在的 線路地流很大 我大概各個試給你看 我現在是在 10安培檔 10安培檔 的話 我現在 把它接上去 我們來看看 這個電流多大 好 我接上去了 哇 1.7安培 這個 遠遠超過標準值 應該在 50 所以這部車子 我再試一次 哇 1.7安培 1700 標準應該是 50 左右 所以這部車子 大概在 維修過程 電池充飽電之後 然後 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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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電池又沒電 完全沒電 所以說 它這個 1.7安培的話 如果換算 12伏下來的話 就應該在 30幾瓦 就已經 已經算 一顆頭燈在亮的 這個 這個耗電 而且這個電池 當那個測試的結果 這電池狀況又不好 嗯 壽命不到一半 所以說 這個問題 大哥還要再努力 看看到底是哪裡 壓力在漏電 好